游戏史上有哪些优秀的塔防游戏? 本期视频我们将为大家推荐10款精品塔防神作 这其中有老也有新 保证每款都好玩过瘾 保证每款都风格各异 无论是打发时间还是精心钻研 都可以让你玩上很久很久 良心推荐,记得点赞收藏哦 植物大战僵尸 一旦说起塔防游戏 就必然不能少了植物大战僵尸 毫不夸张的说 这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必玩神作 时至今日 仍有不少细细古怪的阿谋地 为游戏增添活力 而这正是因为游戏的底子足够优秀 能够支撑的起玩家们在里面深挖 当然,用爱发电的动力 自然需要玩家们 发自内心的喜欢开发者 打造的这个游戏世界才行 虽然这个世界很小 但足够鲜明有特色 每种植物 你只需要看一下它的形象和名字 一眼就会明白它是干什么的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 还特别的可爱有趣 更多细节上好玩有趣 自成一体的设定 更是多的不能再多 以上还只是针对原版游戏玩家们的研究 要是再算上大佬们开发的魔改版 那玩法简直就更多了 总之还是得强调一下 这真的是一款无比修显 入坑几乎零门槛的塔坊游戏 作为一款经典的国产塔坊游戏作品 保卫萝卜的一代一经推出 就给玩家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谁能想到十年前的手游画风 能够可爱精美到这种程度 画风同样也是自成一派 让人一眼就能记住 真的很难忘记 游戏后期的游戏关卡 挑战性也是非常高 引得无数玩家都感叹 区区休闲游戏 我竟然需要来找保卫萝卜的攻略 然后一边不服气 一边也只能乖乖去找大神们的作业 足以可见本作的魅力 要不是在后续作品中 开发着跑剧和鹅场合作 这是游戏品质光速下降 外界上一定程度上的创意枯竭 可能整个IP会更有前景 但买断置单机的游戏好处就在于 无论未来的续作如何 以称经典的就永远都会是经典 所以保卫萝卜一千万不要错过 有完本作之前 我是没有选到 塔坊游戏还能让玩家亲自上场杀敌 在这个游戏里 玩家需要在地牢迷宫里安置各种陷阱 然后拿起武器配合着陷阱 一同击杀一波波出上来的小怪 刚上手时 看着小怪毫无察觉地踩在陷阱上 像葫芦娃旧爷爷似的 一波波被弹飞掉入洞底 会有一种在游玩小鬼当家的感觉 而让玩家亲身拿着武器去砍杀怪物 会有一种智商和力量 双重碾压敌人的快感 要是能有个小伙伴和你一同连球玩 趣味性将会进一步翻倍 而且个人认为 比起三代的些许敷衍 一代虽然经典 但画质古早 二代则更适合推荐给现在的玩家们 喜欢塔防玩法 又喜欢拿着超爽武器打怪的 可以尝试本作 王国保卫战 前线 如果某一个夜晚 你突然想玩一款休闲一点的游戏 打开本作 因为真的很容易 一不小心就玩到了天亮 作为无数人心目中 能够和植物大战僵士 不分博注的塔防游戏系列 本作包含了不少RPG要素 比如英雄升级养成的玩法等等 而且在本作中 英雄单位就像是玩红锦一样 是一个可操作的单位 玩家需要一边建塔 一边释放技能 一边操控英雄去四处战斗 让本作初看起来节奏很慢 但稍微一上手 本作本玩家的操作安排得非常慢 而且这种坚固策略和操作的玩法 整体体验下来特别有挑战性 非常推荐 气球塔防6 有谁能拒绝射爆气球的诱惑呢 气球塔防就是一款 提供这种体验的游戏 游戏中我们需要参控猴子 去对抗一串串袭来的气球 只是怎么说呢 各种大小各种颜色的款式的气球 一连串出来也就算了 竟然连热气球飞艇也算在那 也太过了吧 但仔细一想 在猴子眼里 热气球飞艇和气球有区别吗 不就是大一点吗 你别说还真有道理 这游戏主打的就是一个 射爆一连串气球的快感 一旦上头体验颇假 但如若没有 就可能沉浸感稍差 但塔的种类和升级系统做得很好 非常值得探索和尝试 坚守战地2 这是一款可爱卡通风格的 军式题材塔防游戏 在当年可是曾被誉为 塔防游戏的教科书级别的作品 别看画风可爱 但本作的武器攻击特别有打击感 无论是疯狂输出的机枪 还是划出泡物线 踩到地面的炮弹 都是那种带我夸张 又不失可爱的美式卡通风格 游戏的地图设计 也加了空间要素 像是立交桥式的地形 都为玩家提供极大的尖敌便利 地图设计得紧凑易于理解 所以上手起来 是非常容易又爽快过瘾 幻想箱妖怪塔防 这是一款东方题材的塔防游戏 要说三大同仁系列之一的东方 虽然人人都说时代的眼泪 但架不住老粉多 且质量高啊 像是之前大风玩法的东方艺文石的重制版 整体质量就极为优秀 处处地套路着粉丝的爱 而到了幻想箱妖怪塔防这边也是如此 这是一款玩起来超级优格的游戏 比如游戏的放塔 就是玩家控制薄力灵梦 把其他角色扔上去 根据地形和角色 把他们的位置扔好了 就可以加入战斗 开始击火敌人 当然玩家控制的薄力灵梦 是可以随意移动攻击的 画风精致力会可爱 所以喜欢东方题材的玩家 体验本作是 一定会体会到满满的趣味性 亿万僵尸 想体验蒸汽朋克风格的釜山形吗 本作要比那个还要刺激一百倍 游戏通过塔防建筑建造的方式 来抵御犹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丧尸 搭配精致细腻的美术风格 这大概是本次推荐中 最有大片质感的塔防作类游戏了 而基地的建设制造等玩法 被设计的又非常像红颈 可以说是一个游戏双分快乐了 当然从操作玩法的占比上 RTS还是要占多一些 如果你喜欢试剧效果更强烈一点的塔防游戏 那么本作会很适合你 穷顶守护者 作为一款塔防加挖地加肉哥的混合性游戏 本作的像素画风 制作得非常漂亮 细节丰富令人印象深刻 多种玩法的组合 需要玩家频繁在之间切换 但好在玩起来感觉很紧凑扎实 但缺点是内容量比较少 对于时间不多 想很快通过一整款游戏 并获得完整体验的玩家非常推荐 防御阵型觉醒 这是一款超级好玩的经典塔防游戏 同时又是一款无数人心中最强的塔防游戏 超棒的AI设计 使得敌人会根据你的防御配置 做出不同的攻击路线 虽然因此难度变得特别高 但游戏的引导又做得特别好 它能让你无障碍地理解这游戏该如何玩 顺利地参与到高强度的战斗之中 虽然画质现在看着有点古老 但拉近一看 细节仍然无比优秀 尤其通过扎实平衡的设计 把最纯粹质朴的塔防玩法 带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高度 应该说本作才是最适合塔防游戏 最佳范本这一头衔的作品 只要你喜欢塔防游戏 这款神作就一定不要错过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推荐的全部塔防游戏了 虽然塔防属于休闲了游戏 但玩法上却是最难玩 也最容易打发时间的 而这其中的精品佳作实在是太多了 限于篇幅 我们也没办法全部提扁 那么你还玩过哪些好玩的塔防游戏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推荐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送上点赞关注支持我们 这里是最值记的良心推荐 我们下次再见